男性赵俊雅过去因为演出新兵日记班长一举而走红 近日他却被爆出酒后丑闻,让外界惊讶不已 据自由时报报道,赵俊雅被女性友人控诉暴力性侵 女子不堪受辱,向警方报警,让真情事件爆了光 报道中指出,赵俊雅与女性友人在家饮酒却起口叫 赵俊雅将女友人强拉进房间后,不但撕破她的衣服 还用酒瓶侵犯被害人下体,甚至强压被害人头部胁迫她口交 并扒开对方双腿拍摄私处 在离开赵俊雅出处后立刻报警 由于被害人指出历历,警方也请赵俊雅前往说明 但赵俊雅表示一切都是误会 在媒体向她求证时简短回应不实 其经营公司则表示,目前已将此事交给律师处理 我们相信她的清白 其实,赵俊雅并非第一次传出酒后丑闻 她过去也曾被爆出商业店与南摩打架 和猫殴打路人等负面新闻 夜死了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